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鳳天宮 大家拜提宮 一拜有保備 福氣 住回去 來到鳳天宮 大家來拜提宮 這裡是全台北市唯一 供奉玉皇大帝為主神的廟宇 今天剛好是鳳山鳳天宮建廟的66週年慶 現在就跟著Yuki一起來一段 具有宗教文化的深度之旅吧 各位姐 我看到鳳山鳳天宮66週年慶的活動好盛大喔 要不要分享一下大概有什麼活動內容呢 好啊 我們的廟宇活動從早上8點就開始進行 那我們會有社區的國高中來為我們表演一些節目 有舞龍舞獅 還有儀隊的表演 管樂團 打擊樂團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會發放獎學金 還有捐贈的活動 除了捐贈台北消防局 電動油壓的三用開門器 以及還有台北醫學大學的複社醫院 以及台北三軍總醫院的醫療器材各一套 本宮之間廟以來 致力與宗教事業 公益事業團體 文化教育事業的永續發展 蒙受一王上帝五年千歲 眾神明的庇佑 使本宮香火更加鼎盛 也感謝地方各團體對於本宮各項活動的支持 那另外呢 接著在12點半到下午的5點半呢 我們會舉行繞進的這個活動 繞進結束之後呢 我們會回到我們宮內喔 我們就會去舉行下一屆的爐主的這個競選 哇 我看到今天的活動當中啊 有非常非常多的信眾遠道而來喔 來供奉我們玉皇大地 香火很鼎盛 那相對的這個歷史的嚴格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呢 從台灣光復後的民國42年喔 由曾經擔任松山區長的溫金波先生 還有就是松山街的齊老劉永浩先生 他們為了要繁榮地方以及百姓的需求喔 他們就發起了籌建這個廟宇的工程 那也有我們中坡的這個賢達裴淨福先生 他去商請族人呢 提供這個共館的坡地呢 竹墓來搭建一個竹棚 那在8月21日的時候呢 我們就攻塑了玉皇上帝的神像安座 並且命名為松山奉天宮 那攻鄉人來膜拜 那並且由林阿遠先生呢 主持為人呢消災解惡 那奠定了不朽的萬年功績 在民國60年的時候呢 我們更是集結了眾人的智慧跟無比的信心喔 那配合著現在科技文明跟神明的護佑喔 終於把這個山野啊 畫為一片廣闊平坦喔 面積千平的廟地 經由設計師李崇耀大德呢 為我們松山奉天宮精心規劃設計外觀 那這是我們第二次的針見喔 那陸續的針見 以至到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松山奉天宮的外觀 那奉天宮除了供奉玉皇大帝為主神之外 還有供奉哪些神奇呢 好我們的玉皇上帝是我們的主要主世神喔 那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五年千歲 五路財神 還有觀音佛祖 觀聖帝君 福德政神 還有虎爺等等神奇 可以讓我們的信眾來參拜喔 那松山奉天宮整年度有什麼樣的法會 可以讓我們信徒來參加呢 好我們奉天宮常年備有祈安神燈喔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我們從正月初六到農曆十二月呢 以六十天為一個週期喔 那我們都會有大概六次的這個天社日喔 可以讓信眾來這邊補財庫祈求 整年度都萬事平安如意喔 那另外呢就是我們的天宮生 正月初九在這一天我們也主辦這個 祈安的禮斗法會 農曆十月的時候也會有一個 楊黃寶燦的法會 那供信眾可以來參與 那另外在十二月就是我們的卸登法會了 平常松山奉天宮還有舉辦什麼樣的公益活動 回饋給我們的社區民眾呢 好我們的公益活動呢分為有文化教育工作 還有福利服務工作以及慈善救濟等工作 聽說奉天宮有一個全台唯一耶 是唯一什麼呢 您提到的就是我們的天宮一郎喔 我們的天宮一郎呢我們長期跟國立故宮博物院 還有台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還有高雄國立科學公益博物館合作 那我們就是把文化藝術跟科普教育 從博物館帶到了社區 那所以我們松山奉天宮呢 不但是心靈寄透的地方 更可以說是靈體間 寓教一樂的最佳場所喔 松山奉天宮用創新的方式 融合了傳統歷史以及現代科技 讓廟宇不只是拜拜信仰的中心 現在更具有教育文化的內涵 也開拓了廟宇文化的新境界 通常眾之內 我們請見到最佳讓廟宇文化的內涵 封重的這個地方 寧婚最後到達到周圍 在深圳地中 西部的主席 總之內涵 全是美福的酒 在地中子 在深圳地中 身中的綠色